兩年前一名計程車司機疑似氣喘發作 撞死兩名機車騎士 其中軟性死者的父親鋼鐵爸 誓言替兒子討公道 後來司機判一年四個月定業 民事部份一審判計程車隊 必須連帶賠償家屬共四百二十五萬 他車子裡面的所有的通訊設備 通通拔光光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拔光 拿來跟媽媽嘴判賠相比 法官認為車隊定期對司機教育訓練 網站主打安全便捷的轎車服務 有監督管理機制 媽媽嘴部分包括員工未察覺死者 省色異常 歇一函製作咖啡都數工作的一環 應負監督訓練責任 但對於媽媽嘴老闆 需連帶判賠 工商界痛批不合理 歇一函這個案子是 他素心距離 老闆沒有辦法預防的 如果政府這樣的話 我們對員工就會 反擊更嚴格 那麼這樣的話 造成勞資的衝突就更厲害 過去員工出狀況 老闆被連帶要求負責賠償 就是根據民法一百八十八條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由僱用人與行為人 連帶付損害賠償責任 針對媽媽嘴老闆判賠 就有律師認為 法官對於法律解釋過於原科 這是員工自己他下藥 那雇主有沒有可能防止 就是說今天雇主要進 什麼樣能力防止 假如說不能防止 也要雇主負責任的話 有沒有可能把雇主責任分散 不然將來沒有人敢當雇主 民法一百八十八條 能否無限上綱 老闆會不會因此 更嚴格篩選員工 對未來選財標準 勢必受到影響 記者台北眾報道 記者台北眾報道